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社会准则》的讲台系列 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了今年的祷告乐 从周一至周五 我们也开始通过教目关怀网 每天发送一则祷文 帮助大家按那一周的主题来带祷 《庆贺》即将来临 有需要的人不想来 就是我们过去两周的祷告主题 我们也借此多了解了 与家庭和社会福祉相关的社会准则 今天的主题则是 《机器人在路上》了 《教会与人工智慧》 《机器人在路上》 《教会与人工智慧》 与这主题相关的社会准则 则是互联网 科学和科技领域 我们当中可能有弟兄姐妹朋友们会问 社会准则与我们的信仰有何关联 社会准则提醒我们 为理信徒对个人和社会圣洁的关注 我们为理信徒肯定了对完全救赎的渴望 这将引导我们远离邪恶 行善和顺服上帝 寻求阐明什么是善的和正确的 以及在当今世界中应该避免什么 以上就是为理工会社会准则的引言 这引言清楚说明这准则是要提醒 我们对个人和社会圣洁的关注 以及我们对完全救赎的渴望 而为理工会的社会准则是要说明 什么是善和正确的 以及在当今世界中应该避免的 从而引导我们远离邪恶行善 并且顺服上帝 因此这社会准则不仅必须与时并进 也必须以为理传统和神学为基础 我们为理中的传统告诉我们 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是以圣经的教训为根基 并且以基督教的传统为准则 因此为理工会特别关心社会福利的事工 因为我们愿意顺服基督 力图使我们整个人生 包括所有的活动所拥有的一切 人际关系及环境都符合上帝的旨意 所以发誓我们感谢上帝的爱心 并坚信每一个人都具有无比的价值 以及上帝创造的完整性 我们再次承诺要忠诚地宣扬主的福音 并竭力过个人和社会圣洁生活 当我们为理中表达对社会的关怀时 我们的神学基础有哪些呢 首先我们相信上帝是全人类的创造者 什么意思呢 不分种族 不分信仰 不分身份 不分性别 每一个人都具有无限的价值 我们也应该如此尊重并看待每一个人 第二 我们相信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上帝 因此 我们所有的不属于我们的 我们应该是上帝的创造一位尽责的好管家 第三 我们相信上帝在基督里正在寻找并要拯救全人类 所以他随时可以拯救我们脱离个人与社会的罪恶 意思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有盼望的 第四 耶稣既然要为拯救全人类死而复活 所以我们也相信身为基督徒 我们活着就是要协助他来拯救世人脱离主以为害 或摧毁他们的罪恶权势 最后 为理工会必须根据耶稣的生命和教训 来面对我们今日的困惑和难题 那耶稣教导我们什么呢 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上帝与灵舍 并为所有人伸张正义 所以在人面对贫困 面对歧视 面对不公 面对剥削的时候 若我们保持沉默或甚至无动于衷 我们其实是在否认基督 我自己第一次读到这边的时候 我也是蛮惊讶的 所以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 都要做这样的悔改 我们还不是尽心敬意爱上帝的教会 这就是我们为理中的神学 这也是我们为理社会准则的基础 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基督 你曾经告诉你的门徒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所以今天我们奉耶稣的名 求耶稣你来赐我们 出人意外的平安 请你保守我们的心灵 并让我们专注于你 留给我们的平安 让我们心中感受的安宁 能够反映你留下的平安 并且在我们能力所及之处 都能与人和睦相处 教导我们如何反映你的爱 不为恶所剩 而是以善甚恶 让我们心中在盼望中喜乐 让我们耐心地经受考验 并且在等候你的时候 不助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机器人 或者更准确地说 人工智慧 对我们的生活 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我预备了一段不到五分钟的视频 希望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方面的知识 请看视频 在1963年 有一部电影 叫做《杰森王子大战群妖》里面 就出现了 电影史上第一次出现了 塔罗斯 而塔罗斯呢 也是在我们人工智慧 或者是在机器人研究里面 非常有趣的例子 他是人类第一个想象出来的 具有人工智慧的机器人 还有另外一位作家也写过人工智慧 迪根斯他另外有一个很有趣的作品 叫做《自动机器人警察局》 机器人实际上 他跟人类的智慧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做很多逻辑性的 或者是情感性的判断 所以就闹出了许许多多的笑话 那为什么每一个作家里面 在写人工智慧的时候呢 都有一个很特别的障碍跨不过去 古代的人相信我们可以透过很多方法 来做出小的人 大的人 不同的可以人造各式各样的生命体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赐予他灵魂 我们没有办法给他智慧 因为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 独特的能力 不过这样子的幻想 或是这样子的理论 来到了21世纪之后 有了非常大的转变 到底AI为什么值得我们大家 来好好的了解 它真的非常遥远吗 里面有多少社会政治 或者是道德的议题 值得我们关心呢 你想象中20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呢 这是印度孟买一户中产阶级家庭 那亚纳一家的行为 正受AI保险系统的影响 保险公司透过资料收集与系统设计 让爸爸桑甲一成功戒烟 为了降低家庭保费 弟弟洛汉只得改变过往不良的饮食习惯 这个保险系统甚至透过推波 左右妈妈的消费行为 因为这些都可以使人更健康 长寿而降低保险支出 但AI保险系统同时试图阻止 那亚纳与来自贫民窟的男生来往 因为这极有可能导致 那亚纳的未来走向贫穷 进而容易生病 而同一时间的韩国 个性迥异的双胞胎兄弟 金雀 银雀 各有陪伴自己长大的AI伙伴 未来世代的孩子 从出生开始 所有的医疗与行为资料 都将存在育儿服务云端上 方便老师调用并整合使用 而他们手上的生物感应贴膜 及时记录各项生理及行为资料 经过资料分析与选择 每个孩子将有属于自己的AI伙伴 这些AI伙伴将依照孩子的行为与个性 给予适当的陪伴与教育方式 他们将比爸妈更懂得自己的孩子 也达到了因材失教的可能 到了2041年 透过高效能的运算与新的演算方法 AI将接管重复性工作 把人类从忙碌繁重的日常生活中解放 然而AI的到来并非只是美丽的武陀邦 AI的诞生也导致许多职业被机器人取代 失去工作的人们并没有因为得到更多时间而获得自由 反而因为难以获得自我认同而更敢挫败 自动化工厂使得生产成本下降 资源稀缺性不在 人类的经济模式受到挑战 进而引发金融革命 而掌握资讯等同掌握一切命脉的数据时代 隐私与便利间的平衡 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这些看似科幻的剧情 其实是AI趋势专家李开复 与科幻作家陈秋凡 基于目前AI技术的进展 共同推演20年后人类世界的样况 2041年距离现在不到20年 你准备好迎接全新的AI时代吗 是的 人工智慧 AI到底涉及多少社会 政治或者是道德的课题呢 AI会不会使到我们的生活 更健康的同时 也干涉我们与一些人的来往 尤其是贫困的人 AI伙伴会不会比孩子的爸妈 更懂得他们自己的孩子呢 AI的诞生会不会导致许多职业被机器人取代 而被取代的人却因为难以获得自我认同 更敢挫败呢 AI会不会挑战人类的经济模式 而引发金融革命 在掌握资讯 同等掌握一切命脉的数据时代 隐私与便利间的平衡 会不会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呢 这就是未来二十年 我们可能必须准备迎接全新的AI时代 那有幸或者不幸活在AI时代的我们 该怎么办呢 作为上帝的子民 基督的追随者 我们的呼召 就是要让我们周围的世界 都能听到带给人们盼望和好的福音 那不变的好消息 科技是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我们知道 他们也可以被设计和使用 来针对上帝和上帝的创造 并做出有害的事 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因此在上帝眼中具有无限的价值 而这个真理就决定了 我们该如何看待上帝 我们自己以及上帝赋予我们的一切 有关AI人工智慧的课题 我们相信上帝是会赐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能够根据圣经和福音的信息 来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基督徒绝不能惧怕未来 或害怕任何科技的发展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才是至高无上的 况且没有什么是可以取代上帝创造人类的形象 然而我们也认识到 人工智慧将使我们实现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因此在没有智慧和谨慎的情况下 使用人工智慧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就难以预料了 所以我们必须装备教会 积极地探讨人工智慧将会带来的社会问题 而不是等到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之后 才做出反应 那基督徒对人类的本质 科技的前景 对未来的盼望 该有怎样的立场呢 首先 我们确认 上帝照他的形象 创造每一个人 都具有内在以及平等的价值 尊严 还有道德的能力 人是有别于其他的受造之物 人类有创新的能力 而人类的创新能力 就必须反映上帝创造的能力与智慧 创世纪一章26-28节 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 照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天空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动物 上帝照他的形象创造人 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他们 他创造了他们 有男有女 上帝赐福给他们 上帝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变满这地 管理他 要管理海里的鱼 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 所以我们否定任何其他的受造物 包括任何形式的科技 能被使用来颠覆上帝 给予我们人类治理和管理的托付 况且 科技也不应该被赋予人类任何程度的身份 价值 尊严或道德的责任 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 因为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 这个他就是上帝的爱子 耶稣基督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权位的 统治的 或是执政的 掌权的 一切都是借着他 为着他造的 其次我们确认 人工智慧的发展 是人类独特创新能力的体现 当我们人类按照上帝的旨意 来使用人工智慧时 那就是人类回应上帝神圣的委托 来管理上帝的创造和荣耀上帝的一个例子 我们相信创新的意义是要为了荣耀上帝 也是为了要给人类带来繁荣 和表达我们对灵死的爱 不过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是的 人犯了罪 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但是这不是我们的借口 即便如此 我们承认堕落的现实 以及它对人类的人性 还有人类的创新 会带来一些影响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在社会中使用科技 来维护人类的尊严 不要将错就错 反正就已经得罪了 就一次得罪个够吧 我们可能没有这样想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行为就是这样 作为上帝赋予人类创新能力的一部分 人类应该以能够带来更大的繁荣 和减轻人类痛苦的方式 来开发并且使用科技 因此我们否定使用人工智慧 在道德上是中立的 真言书十六章四节 耶和华造万物各式启用 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 况且 唯有主耶稣才能为人类赎罪 使我们与造物主和好 人的发明 人类的科技 人工智慧等科技 是绝对没有办法代替耶稣为我们做的 我们终极的需求 还是要回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否定 任何贬低或降低 另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人工智慧的应用 即使它为世界带来巨大的好处 听清楚了吗 很多时候我们是以利益为先的 科技能够帮助到我们的 我们就可以舍弃一些人的尊严 我们不能够这么做 第三 我们确认使用人工智慧来为人类推理 为人类做一些道德决策的建议 提供信息和帮助是有益的 因为人工智慧是一种擅长处理数据和做出决定的工具 它擅长于模仿甚至超过人类的能力 但是即便如此 人工智慧虽然擅长巨大数据的计算 但是科技不该 也不能取代 人类的道德责任 不要怪科技 不要怪电视 不要怪电脑 不要怪手机 因为都是人在用 罗马书二章六到八节 他就是上帝 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凡行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 就有永生报偿他 但是那些自私自利不顺从真理 反顺从不义的人 就有恼恨愤怒 报应他们 因此我们否定 人可以或应该将我们的道德责任 推卸在任何形式的人工智慧上 上帝会根据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创新 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慧来审判我们 即使我们可以从道德的角度来创新 来研究科技 但是科技绝对不是道德的负责人 人类必须单独承担道德决策的责任 以上的立场并不是全面的 但却足以帮助教会 开始积极面对使用人工智慧 带来的社会课题 现在我要以卫理工会的社会准则所提出 有关教会与人工智慧的指导原则 来总结我今早的信息 也要带领大家一起做出回应 互联网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 我们体验到它既是一个通信网络 更是一个围绕着我们的环境 这是我们居住的领域 首先我们肯定互联网和其他科技的好处 以及它们能用来支持基督教信仰和实践 然而我们仍然对以不利基督教道德的方式 来利用互联网科学和科技此谨慎的态度 卫理工会社会准则就在以下几方面给予指导 互联网的环节好处 互联网的挑战 还有互联网时代里的基督徒 而今天早上我们要更仔细了解的 就是在其他科技的应用 这也将是我们待会要一起做的宣信 首先我们确认所有科技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可以为所有人的福祉做出贡献 然而我们认为运用科技必须与属灵智慧结合 科技才不会被滥用或成为社会的负担 是的 科技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 它的目的是为了要造福人群 所以它不能被滥用或甚至成为社会的负担 所以当我们在使用科技的时候 就必须有属灵的智慧 第二 在资讯科技、生物医学和人工智慧不断变化的世界 如果这些科学发展能够提高的 是整个社群的生活质量 而不仅仅是特权群体 那就应该受到欢迎 所以不是你没有钱就没有科技 你有钱就有无限的科技 你要一个新我造给你 科技的使用必须造福广大的人群 而不是一些特权群体 这样的做法才是应该受到我们欢迎的 最后 科学的进步 绝不能分裂社会 贬低人类作为上帝创造和深爱之人的尊严和身份 相信你们知道科技战已经展开了 尤其是在大国之间 那弟兄姐妹们 你认为如何呢 人工智慧会不会有一天使到我们的生活虽然更健康 但是却干涉我们的社交行动 不让我们与一些人来往 AI会不会让父母把他的孩子交给机器人 因为AI比他们自己更懂得自己的孩子呢 AI的诞生会不会导致许多人失业呢 而让许多人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 AI会不会挑战我们的经济模式 引发一场金融的革命呢 这就是未来20年 我们可能必须准备迎接的AI时代 所以这也是我们社会准则 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 以上三项有关运用科技的社会准则 就是我们位理中目前的立场 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所以现在我邀请你们站立 让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立场 一起来 我们确认所有科技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可以为所有人和社会的福祉做出贡献 然而我们认为运用科技知识 必须与属灵智慧结合 科技才不会被滥用 或成为社会负担 B. 在资讯生物医学 和人工智慧的世界 和人工智慧不断变化的世界 如果这些科学发展 能够提高的 是整个社群的生活质量 而不仅仅仅是为特权群体 那就应该受到欢迎 C. 科学的进步 绝不能分裂社会 贬低人类作为上帝创造 和深爱之人的尊严和身份 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上帝 我们相信你所赐的科技 是能够造福人群的 所以我们求你保守科技的发展和使用 让它成为人们的祝福 求你保守使用科技的人 不让我们沉迷在科技的虚拟世界里 以致我们失去了与人面对面的互动 求你不让我们把科技视为仇敌 或者视为是邪恶的 求你让我们在人工智慧的数据时代里 仍然保持对个人和社会圣洁的关注 求你保守我们对完全救赎的渴望 从而在人工智慧数据时代里 引导我们远离邪恶 不助行善 和顺服你 奉以爱转化我们的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大家请坐 每个人都在的 每个人都在派 在神尚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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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尚在测词上